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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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沒有前逗這樣嗎 那你們沒有前逗這樣 應該說老朋友啦 應該說老朋友啦 但是第一次上獨輪課 Tremperboss 高階滑板其實也是一個獨輪的市場 既然講到V11 11月份的活動會開始進行 都會區獨輪的應援 9點36 禮拜一 一樣去買假桑 我本來想在那邊吃了 但是 他那裡沒有鹹豆漿 我想讓他算 好晚安 六點三 今天是禮拜一 昨天你們看影片應該會發現 我後來沒有錄 因為昨天教學完回來 我就覺得好累 我就想說休息一下 禮拜天就不想再錄了 因為我在錄的話 我錄了不剪我就覺得很可惜 可是每次我在剪那個 尤其像剪COP TALK這一段 我錄多長我等於又要再看一次 假設我錄了20分鐘 我至少要看20分鐘以上 所以剪輯要時間 所以想說算了 今天再來聊 昨天是新朋友 應該說老朋友 但是第一次上獨輪課 那個鍾先生 那我跟這個鍾先生的聯絡也很特別 他是我少數認識 就是朋友客人裡面 沒有在用FB 少數 然後他跟我聯絡都是用E-mail 我一直到昨天的早上 才跟他確認說 他今天有沒有要 就是昨天有沒有要上課 然後這個鍾先生 他前後跟我買過幾張滑板 有買過EOS 然後後來收走了我一張長板 然後所以我知道他滑板沒問題 他滑EOS滑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他學讀的一定很快 我昨天心裡是這麼覺得的 結果果然 他昨天第一堂 他第一堂到後面的時候 他就開始敢放手去試 所以我在 我在剪前天影片的時候 我就把他 最後那段滑比較遠的放到片尾去 所謂比較特別的是 昨天來好多朋友 包括那個王小姐他們夫妻 滑V8F跟S2啦 然後王謙生 也已經上四堂了 王謙生也有來 然後中謙生 然後還遇到一個劉謙生 之前跟我買過EOS 他這次買的滑板 我真的有點對他不好意思 他那張滑板真的很厲害 叫做Trampa Tra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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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se 好像是英國的牌子 那張是十幾萬 很高級 但是他真的有他過人之處 因為我昨天第一次 使用那麼大張的板子 我不太敢用力摧毀 對 你看那張板子可以越野 然後可以從 那個森林啊 下坡這樣子 我看那Youtube影片 那個江先生昨天有貼給我看 太厲害了 然後我怎麼會遇到他 比較特別 他是滑經過 有跟我打一次招呼 那我當然很禮貌性也打個招呼 其實當時我不知道他是誰 後來他滑過去之後 又滑回來的時候 剛好又看到他 我又看到他打一次招呼 對 然後他就說你不認得我 我真的不認得 因為他戴口罩 我真的認不出來 後來 我們就停一下 聊了一下 就對他的板子很好奇 然後後來他說 就問我說你要不要試試看 我當時還不知道這張板子 要十幾萬 我就說 我本來說 說不用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你可以試試看 然後後來就說 不然我們進到溜冰場裡面 就把他帶進去 那進去之後 那個 踩上去之後 還要扣我 那鞋子有一個 一個東西類似 然後搬家在綁東西 那種 這樣子 會把鞋子這樣固定住 然後固定住之後 整個人就 很穩在上面 但是因為沒有 沒有這樣子使用過 他就跟我說 你轉彎你就盡量倒 沒關係 不會 不會翻車 因為那個 胎比較寬 然後 那個 板身好像是碳纖維的 哇 那個角度很大 就是你這樣很 很倒下去 他的車子不會翻過去 但是我不敢 一開始 滑了一下 那個速度快起來很可怕 後來我就跟 問他說 這張板子要不要三四萬 他說 不止 要四幾萬 哇 真的 這個對他很不好意思 因為我不懂 對啊 但是後來我大概 因為我昨天回來之後 我有分享 就有些朋友 就開始貼一些訊息給我看 我才知道 哇 包括那個劉先生 他回去之後 他也訊息給我 跟我介紹他這塊板子 原來這塊板子 這麼厲害 對 這種板子的東西 價值觀是因人而異 他覺得很好 就有價值 我們不懂的 當然就會覺得說 比較貴 那很正常 反正 他還跟我講說 放心啊 因為有些朋友會留言說 這個怎麼會那麼貴啊 什麼之類 他說他不會在意 對 他說沒有關係 我本來想說 這樣對他有點不好意思 我貼了那個文章 本來是覺得 那個板子很厲害 後來他跟我說 沒關係 真的很體貼 他也知道 我會想什麼 他來跟我分享一個訊息是 他們蠻多朋友 買這塊板子 或者是因為買了這塊板子 認識了很多 買這塊板子的人 然後這些人呢 也有些人 也有在滑獨輪喔 所以我覺得這種高階 高階滑板 其實也是一個 獨輪的市場 那因為基本上 能夠買那樣板子的人 一定有一點經濟基礎 對啊 你說如果拿那個板子 跟V11 讓我選 讓我選 我會選V11 那個前提是 因為我必須要二折一 可是我如果夠有錢的話呢 我真的會想要兩塊都擁 兩個都擁有 但是大部分的人 可能都必須要做一點選擇 既然講到V11 那個V11今天 我前幾天 店長幫我搬回去之後 他幫我重新調整 然後他這次回去調整 他沒有拆機 他就是因為 他已經在上面了 他就幫我把它洩氣 然後重新用手感去調 調到幾乎是至終 因為第一次裝的時候 還不知道那個Mega在哪裡 感覺裝好了 可是氣一打下去 就是偏那麼一點點 他就會磨聲音 所以我上禮拜那個百K 沿路這樣磨 也很好電 那今天送回來了 沒磨到了 但是會有正常的胎罩 因為那個巧克力胎很大一顆 摩在地上的確會有聲音 那沒有辦法 可是這一次解決了 除了解決了胎磨到的問題之外 胎壓往上打 打到35PSI 沒問題 但是我還沒有出去滑 可是明天嘛 明天嘛 明天有空我再出去滑滑看 對啊 啊目前看起來是OK 沒問題 所以也就是 這一次的11月份的活動 11月份的活動會 會開始進行 對 然後今天是 今天是2號嘛 就是從今天到11月11號為止 V11 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預訂 然後免費升級成越野胎 不用付錢 不用另外再付錢 但越野胎裝是要供錢 要供 那 不需要 然後也幫你把胎做升級 對 有興趣再到粉絲段跟我說好了 然後今天還有什麼事 今天那個Osmo Pocket 2 今天有出少量 少量 少量 但是還是不夠 那過幾天 那個先創是跟我說 這個禮拜會再到第二批 對 那因為先創他們代理的是 全能套裝版 就是有含全能把手的 然後 連牆是只有單機版 對 如果你們覺得買單機就好的朋友 也可以跟我聯絡 那就是連牆貨 那也是要預訂 對 那今天禮拜一 大概就這些事情 處理都是比較瑣碎 我就覺得沒什麼好奇 然後我今天早上還在想說 我是不是應該來拍一個 在都會區 獨輪的應用 例如說怎麼上下捷運 然後我都怎麼滑的 那我都怎麼停車 你們會不會好奇這個 我覺得這可能可以當一個主題來拍 對 再看 再看 好就這樣 掰掰 你們看影片禮拜三 要上班一塊